你好,我是王书役老师 还记得吗,之前我给你介绍过一款浏览器的插件 叫做简阅 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网页上采集图文并茂的信息 然后可以导出成丰富的格式 以便导入到我们自己的双链笔记工具中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会发现简阅的功能非常的丰富 但是呢,这也给我们的学习带来了一些成本 并且呢,在使用的时候 也会感觉一些设置非常的繁琐 那么其实我们想要的 无非就是一些标记,标注 然后图文可以把它导出 最好这种方式呢 就是用Markdown这种简单的形式 那么作者呢,非常贴心的帮助我们改进了一个功能 就是提供了一个叫做Live Editor的插件 有了它,你不必再去掌握那些丰富的配置 只需要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专注的模式 就可以把你的内容按照你的想法进行各种的组织 然后一次性的导出 并且方便的弄到你的双链笔记中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过程 下面呢,我就以知乎上这篇简阅 介绍这个Live Editor 它的这篇文章为例 给你介绍一下基本的使用方法 那么首先我们先点击右上方的 这里有一个简阅的按钮 你注意它这里面已经变成一个红色 代表现在是可以使用可以识别的模式 我们进入之后 你可以看到界面清爽了很多 尤其是我把字体刻意的放大了 这样你每次呢,读的时候 这个字体都是一样大 我喜欢大字,这样比较省眼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 找一些这里图文并茂的地方 例如说这里 我们现在呢,假设说 就是想采集一些东西 你会看到这里呢 它出现了一个工具栏 这工具栏怎么出现呢 是这样 下方有一个叫做Live Editor 我这里默认就把它设置为打开了 这样就比较省事 如果它是关闭的 你会看到那个工具栏消失 这个时候我们要想用的话 只需要点一下开启 你看工具栏又回来了 对吧 它这时候提示 可以在正文任意插入或修改内容 我们先来看看 不做任何的改动 直接在这里把它采集下来 这个右下方会悬浮出一个窗口 这个窗口里是我们现在 对当前网页已经采集的内容 这个不要想着一次把它采集好 我们下面可以随意的往里面去添加内容 这里呢 我们假设说往下看 在这一句上 假设我们看到了一句 很有意思的话 我们拍案叫绝 怎么办呢 我就可以在后面说 这个 挺好 你会看到 这个时候 你看到的这个网页 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编辑器 你可以随意的往上去写东西 而且还可以调整格式 好比说在这里 它悬浮出来 这个可以把它变成粗体 这个变成粗鞋体 还可以加下滑线 还可以加下滑线 这已经挺不像样子了 然后呢 还可以使用一些这个列表 这是第几个什么的 咱们这个把它先去了 如果你觉得你加入这些东西 实在是这个太多了 我现在想把它去除 最右侧有一个帮助你 可以把它去掉 这样它就没有这些格式了 好 那么我们现在给它加一个引用 代表这部分是引用 可是我们这个不是引用 我们把它放下面来 这个我们去除掉 这样的一个引用的标记 好 那么这里有一个引用 这里是我们的批注 下面呢 有一个图 我们跨过它 来选择这里的这个图文 从这里开始跨过图 把这个上下的文字都选定 然后我们还是一次性的把它加入 你会看到 这里面出现了这些添加的内容 与之相同的 我们还可以这样的去继续的采集 假设说现在 我们想采集这一段话 这里的勾选的这一部分 但是我们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中间的这一幅图 不想要 怎么办 很简单 我们在这里选择清除元素 然后你会看到 选到哪 鼠标选到哪 它就会给你出现一个虚线框 我们一点 这就没了 已经把我们想要删除的东西 都已经清掉了 那我们就退出这个清除元素的选项 并且把这一部分 也追加到我们的右侧的这个窗口当中 我这里呢 把我自己的头像挪个位置啊 好让你看到都已经在里面 下一步呢 我们选择这个其中有一个复制按钮 我们选择这个复制 这样就可以把内容都拷贝到我们的剪贴板当中 下一步就可以在我们的笔记当中正式的使用了 这里呢 我们进入到Mission 这是一款这个比较好的编辑工具 也具有一些双链的笔记功能 我们进入之后 在这里直接的使用这个粘贴命令 我们这里用快捷键啊 把我们刚才的这些内容都给它粘进来 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啊 就是刚才的我们所有的这些内容都进行了这个带格式的这种保存 然后在开始的位置 还有这篇文章 它的这个链接 这就使得我们将来再返回去看这篇文章 就有了一个线索 那么现在的这个摘进来之后 是markdown的这种格式 它是不是把刚才的图都正确的融入了呢 我们这里使用它的预览模式啊 command shift加上2就可以看到啊 果然就是我们刚才所选择的这些图和相关的上下文字 现在都已经在我们的这个编辑器当中 可以供我们来整理笔记使用了 你看这样的使用方法是不是更加的方便了呢 希望你能够从live editor当中 找到你自己使用的一些更为快捷高效的方式 也欢迎你点赞关注 并且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他人 我们下次见